杨柳 因为我的话中多杨柳 就有人说我喜欢杨柳 因为有人说我喜欢杨柳 我自觉自己真与杨柳有缘 但我也曾温馨 为什么喜欢杨柳 到底与杨柳树有什么深远 其答案了不可得 原来这完全是偶然的 新年我住在白马湖上 看到人们在湖边种柳 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 种在绿屋的墙角里 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 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 因此就有人说我喜欢杨柳 因此我自己思绝地与杨柳有缘 假如当时人们在湖边种荆棘 也许我会给小屋取名为小荆棘屋 而专化荆棘 称为与荆棘有缘 以为可知 天下是亡亡若慈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杨柳结缘 就不说上面的话 而可以附会种种的理由上去 或者说我爱她的鹅黄嫩绿 或者说我爱她的如醉如舞 或者说我爱她像小蛮的妖 或者说我爱她是陶渊冰的宅边所住 或者还可演员 客舍轻轻的诗 树游如此的话 以及王公之帽 张许之神等种种古典来 作为自己爱留的理由 即使要找三百个 观念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 也是很容易的 天下是有往往如此 也许我曾经对人说过 我爱杨柳的话 但这话也是随缘的 仿佛我偶然买一双黑袜穿在脚上 逢人问我 为什么穿黑袜是 就对他说 我喜欢穿黑袜一样 实际 我向来对于花木无所爱好 极有之 亦无所执着 这是因为我生长穷乡 只见桑麻 核鼠 烟片 棉花 小麦 大豆 不曾亲近过万华如秀的原理 只在几本旧书里 看见过紫薇 红杏 韶药 牡丹等美丽的名称 但难得亲近这等名称的所有者 并非完全没有见过 只因见识 他们往往使我失望 不相信这便是 曾对紫薇郎的紫薇花 曾使上书出名的红杏 曾帮美人罪我的烧药 或者象征富贵的牡丹 我觉得他们也只是植物中的几种 不过少见而名贵些 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 似乎不配在诗词中那样的受人称赞 更不配在花木中占据那样高尚的地位 因此 我自觉诗词中所赞叹的名花 是另外一种 不是我现在所看见的这种植物 我也曾偶游富丽的花园 但终于不曾见过十足的 配称万花如秀的景象 假如我现在要赞美一种植物 我仍是要赞美羊柳 但这与前缘无关 只是我这几天的所感 一时性道随便谈谈 也不会像信仰宗教或崇拜主义的 毕生归一谈 为的是昨日天气家 埋头写作到傍晚 不免走到西湖边的长椅上去坐了一会儿 看见湖岸的羊柳树上 柳的主要的美点在旗下垂 绝不理睬它们 你们的生命建设在它上面 怎么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 而绝不回顾出在泥土中的根本 花木大都如此 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灼 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 在那里做最后一刻的微服 真是可恶而又可怜 羊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 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 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 但是越长得高 越吹得低 千万条墨头细柳 条条不忘记根本 常常拂手顾着下面 时时借了春风之力 像处在泥土中的根本败物 或者和它亲吻 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 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 但时时依望到慈母的身边去 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 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 羊柳也有高出墙头的 但我不嫌它高 为了它高而能下 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自古以来 诗文常以羊柳为春的一种主要题材 写春景月万树垂阳 写春色月墨头羊柳 或均称春天为柳条春 我以为这并非仅为羊柳当春抽条的缘故 十言其数有一种特殊的姿态 与和平美与和平美丽的春光 十分调和的缘故 这种姿态的特征 便是下垂 不然 当春发芽的树木 不值凡几 何以专让 柳条做春的主人呢 只为别的树木 都屏障了东军的势力 而拼命向上 一味好高 忘记了自己的根本 其贪婪之下 不合于春的精神 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 只有垂涯 这是我昨天看了西湖边上的羊柳 而一时兴起的感想 但我所赞美的 不仅是西湖上的羊柳 在这几天的春光之下 乡村处处的羊柳 都有这般可赞美的姿态 西湖似乎太高贵了 反而不适于栽作 这种贱的垂涯